武漢市5月11日突然宣布針對九大高危群體進行十日核酸檢測大會戰 外界普遍質疑為什麼不在武漢解禁復工之前做而要選擇現在做?目的是什麼呢? 大會戰12日至27日檢測核酸、武昌還要檢測抗體 武漢東西湖區三民小區在5月9日和10日出現6例中共肺炎新增確診 打破連續35日無新增病例小區目前已經重新封閉 5月11日武漢市的中共肺炎疫情防控指揮部 涉疫大數據與流行病學調查組 發出一份關於開展全市新冠病毒核酸篩查的緊急通知在網絡流傳 該通知稱經研究決定在武漢全市範圍內開展全員中共新冠病毒核酸篩查十日大會戰 此次檢測涵蓋狗類必檢人群 包括疑似中共肺炎病例在內的所有發熱病人、學校教職員工 醫療衛生機構從業人員、交通運輸行業服務人員、銀行等公共衛生服務人員 參與社區防控的工作人員和志願者、黨政機關和事業單位工作人員 以及離看務工人員 測試範圍4加6媒比出4種數據是100至1000萬 武漢今次檢測到底可以覆蓋多少人口 官方仍未公布細節 但媒體目前傳出4種不同的說法 說法1 湖北日報每日7至10萬人次 《財新網》引述武漢市疾控部門人員稱 按計劃將安排2人1組 每組平均3分鐘完成1人咽喉妥疫取養 每日10小時完成300份取養 《湖北日報》5月14日報道 武漢市有63家核酸檢測機構 386個採養點 每日檢測能力為7萬人 極限狀態下 武漢市日核酸檢測能力達到10萬人 說法2 第一財經報道每日40.6萬人次 武漢市現在有53家核酸檢測機構 在第一批211家檢測點的基礎上 新增111家 第一財經報道稱 這些第三方檢測機構的日軍檢測能力為1萬至3萬人 12家都提高到3萬人次 日檢測量也只有36萬人次 加上醫療機構的4.6萬人次 每日最多也只是40.6萬人次 10日最多是400萬人被檢測 說法3 《環球時報》引辱楊漸秋每日60至80萬人次 《環球時報》5月12日引述武漢大學病毒學研究所教授楊漸秋稱 已經對約300至500萬居民進行測試 武漢可以在10日內對剩餘的600至800萬人檢測員 武漢市衛生健康委發布的消息則稱 截止至2020年4月29日 武漢市累計開展核酸檢測達到103萬人 《環球時報》一財網放衛星日觀查100萬人 5月13日 央視轉載一財網報道稱 從武漢1100萬人口 10日檢測完畢 推算每日檢測100萬人 美國檢測能力比武漢強幾十倍 目前美國第六代快速檢測方法 一天只可檢測30萬 武漢一天就可以100萬 上面4家媒體被出4種說法 從100萬到1000萬的差距 反映中共慣性封鎖消息造成的混亂 中共統計局數據顯示 2018年底 武漢上住人口為1,108萬人 再加上流動人口 無論以以上哪家媒體的數據 都難以稱為武漢市的全民檢測 測試費用10億檢測單位和市製公司賺大錢 官方媒體《湖北日報》稱 根據湖北省相關部門測算 武漢全員完成核酸檢測所需費用超過10億元 這些費用很可能由武漢市區兩級財政承擔 不過據BBC報導 一位武漢區居民表示 有單位的人由單位統一安排免費檢測 沒有單位的人出檢測費用10% 也即是除公務員外民眾需要自己銀河包 政府只是承擔10% 一次核酸要付260元人民幣 以260元檢測價格計算 日均檢測1至3萬 每日將進帳260萬至780萬 同時生產檢測試劑的公司都可以大賺一筆 據悉 核酸檢測試劑招標價格最低為16.78元 最高為24.99元 抗體檢測試劑最低價格為12.9元 最高為13.885元 按日均檢測量百萬計算 總收入將是千萬兩級 據4月26日公布的 湖北省新型冠狀病毒相關檢測試劑 集中採購易中選企業公司 達安基因、邁克生物、明德生物、華大生物科技 荔枝市劑和南京諾維鎮6家企業已中選 前4家企業已中選核酸檢測試劑 後2家已中選抗體檢測試劑 《財經天下週刊》報導 在武漢宣布核酸檢測的消息傳出第二天 截至5月12日收盤 華大基因、達安基因、邁克生物、石勢生物、明德生物等公司大幅上漲 邁克生物、明德生物一度漲停 疫情前這些中選公司有些業績平淡 如今股價暫上封口 高管門誰知減辭 為何這時候先做大範圍檢測? 武漢衛健委遭質疑 武漢此前對教師、醫務、公共交通服務人員等進行檢測 大概有100萬被檢測 但官方一直沒有公佈調查結果 到底多少人被感染病毒 多少人是無症狀感染者? 洪山區居民邱小姐告訴BBC 她認為今次檢測的意義不大 因為人員每天都在流動 今天測出來是陰性不代表一直都是陰性 有很多還有抵觸心理 據陸媒報導 5月14日眾多武漢市民無遇排隊檢測 但不少人反映檢測人員都不換手套 民眾擔心交叉感染 質疑這樣做的檢測意義何在? 據第一財經報導 今次大會戰由武漢市衛健委牽頭推進 武漢市衛健委資料顯示 3月29日至4月10日檢測陽性率為0.08% 但為何在推特上傳出這麼多在工廠島地疏死的人呢? 我們在推特上傳出這麼多在工廠島地疏死的人 我們在推特上傳出這麼多在工廠島地疏死的人 時間去找到工廠島地疏死人 回答予時